前兩天是網路上最熱議的話題 那個害人太急了 那天他去就是要修理你 對啊 那那個林會長衝出來罵他 你跟林會長有沒有套好招 我跟你講講一下不相信 我那天是第一次看到他 真的以前沒見過 因為我跟你講 他是新會長就是新選出來 我不是那種跑攤的市長 我不是很愛這種拌弄 所以我根本我只知道 環南市長自治會的會長是他我都還不曉得 我那天是第一次看到 以前有見過什麼都沒有印象 反正就那天是正式說他有介紹他是誰 那天故事是這樣 一開始說中央打電 因為我們半夜就發現有41個 然後就早上我們開晨會 他說什麼中央要來開會 我說好啊那我們就要聯合會議 我說那我們就找環南市長旁邊 在萬大國俠還是哪裡要 我們弄個教室來開會 後來他說不行他們要來很多人 我說那不然我們去萬華區公所 有那個禮堂嘛 人比較多比較空旺可以開會 那前30分鐘 他說不行 他們要到環南市長那裡直接開會 我說奇怪 我說環南市長不是已經轟住了要怎麼開會 他說他們一定要在那裡 我說好不好 去那裡 我嚇到 麥克風什麼都準備好了 在那邊 大型之後 然後等到陳時中拿出那個看板的時候 天啊 哇原來是設局都設好了 就引軍入奉你知道嗎 這個就是他們騙到那裡去 然後就哇全部都陣仗都好了 那個部長都來了嘛 農委會經濟部衛福部 是不是原來你不知道這些人會來 不知道 他跟我說要開會 我想說對啊 這個環南市長感染這麼多 應該要開個會 應該要開個會嘛 就天啊 什麼什麼也沒有 去就正式就擺好了 然後就陳時中講完 Freddy就上去 我才麥克風拿著就被會長講掉 所以我跟你講 我還每次想到一個笑話你知道嗎 以前那個我去行政院講萊豬也是這樣 冠軍牛肉麵那件事情 我們是好心你知道 去跟他講說這要怎麼解決 這個萊豬只要源頭管理 明白標示 你只要標示 老百姓買不買就給他決定就好 我們是很好心去講你知道 結果他 我們他前一天議程都送去了 這個故事很多 我都說萊豬是這樣 你只要我是買方你是賣方 我只要求說你在屠宰前三天 停止為韓萊克多巴胺的飼料 那因為這個四小時半衰期 所以只要你看看四小時 一天就六次了 這樣很快半衰期很快 三天就已經降到就不見了 只要屠宰前三天 我們是買方只要求說 那個賣方的國家 屠宰前三天停要 了不起在台灣再加一個標示 就是說 這樣老百姓這問題就解決掉 我還是去行政院你知道嗎 我還是非常好心 我還前一天我還自己寫那個說 我對解決萊豬問題的方案 還送去 結果一氣 天啊原來他已經設局設好了 我一走我才前腳一走 馬上就開記者會 冠軍牛肉麵就上來了 覺得更好笑 所以每次說 害人害己 遇到兩次都是這樣 結果人家做好事 對啦 本來人在宮門好修行 這個害人之心不可有了 那個我們在抽下一題之前 我們剛剛有整理一些網友的提問 有問問問 那首先第一個是 剛剛這個市長有抽到這個 Freddy嘛 那可是我們現在就知道 Freddy之後有一個這個 清零戰場 這個罷免林昌佐的這個活動 兩位怎麼看這個活動這樣 那我覺得 你希望林昌佐被罷免掉嗎 沒有啦 我覺得罷免這個也是 這也是不知道誰始作庸則 你罷免韓國瑜還是罷免你 就冤冤相報就這樣 其實那個罷免我也覺得 也不是很 老實講這個讓整個政局 而且那個有點不太合理 意思就是說 好像只要有四分之間的反對 你就可以罷免掉 比當選的票草 對啊 這很怪 制度不合理 制度不合理 但是制度就是這樣 那你怎麼看選民要開始發起 發起罷免他的運動 我是不講話 我也沒有說 表示戰爭表示反對 我覺得這就是 我覺得是這樣 有時候 這一些我們叫小綠 有時候怎麼講 他們為了要求生存 所以變得比民進黨更像民進黨 所以我發現議會打我最兇的 那些都不是民進黨的 要表忠嘛 我說一定要可憐 也是啦 表忠